咱们鸭楼江水是不结病哈 也结,这是我们反而为年 特别冷的时候能结下去 我这应该少认识的,我这不是人 大家好,今天还是要拍一条关于年货的视频 现在的年货可以说是琳琅两种,选择性能是特别大 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来开拓一下视野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丹东宽店的鸭楼江上 对面就是异国他乡,看看今天的年货是什么 路上转了 可以下了哈 这一块有过道 好了 一走上门烂窗,现在像桥了 这里有水好顺 这一块水特别深 这一块水能有多深 这一块水能有多深 最小一点有过十米巴黎 看不着这个鱼啊 现在都 有鱼 就准备往上踢了 就准备往上踢了 一边踩把鱼赶过来了 太过瘾了 就喜欢这个感觉 这鱼这养多长时间养这么大 哎呀,这么大呢 第四年了 今天一年一年多 哦,三四年 这一共能养了多少鱼 没有树 没有树 鱼苗当时是有树 前来就是卖商品了 后来有超标的 赶整赶卖 不到树 就是分辟 年年下鱼苗呗 对 多大的都有啊 年年下鱼苗 然后长到一斤六七两 往上就开始卖了 就挨个就挑了 啊 这鱼一般怎么吃 大吃都行 就按照淡水说 就是腥的那个味 还有土腥味 啥味都没有 这个鱼再怎么吃 蒜锅吃 嗯 做鱼片什么的 今天我朋友跟着我说 他们烤的吃啊 烤的吃啊 烤的吃也好吃 蒜锅吃 啊 只要 只要是咱能想到的做法 都可以做 鱼好吃是咋做的好吃 啊 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 他说这鱼包饺子 怎好吃 因为他没有串 怎么做都行 啊 他没有那个那什么啊 就那种毛刺呗 一点都没有 大字都没有 他全是没串 他是 那他属于什么呢 鱼骨呗 脆骨 就是他浑身就是他中间呢 有一条龙骨 啊 也有一条那个井 就有人叫井 有人叫龙骨 有人叫脆骨 嗯 就就那一个 上下全身一点串都没有 啊 而且我感觉是这个鱼 鱼应该是比较嫩那种 就是它 是不是 就是特别紧细的那种 嗯 他们就是一般都是买回去给老人啊 小孩吃 就特别那啥 就不用挑菜 把鱼都行 对 而且这属于是冷水的 嗯 养着嘛都包备 啊 国家允许你才能养 啊 这个东西还不是说随便可以养啊 不是 咱这个鱼早就有养殖的吗 嗯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本地区应该是全国的那个工作 但是这东西好像在市场上不太多啊 本地市场少见 都发抖了呗 都发抖了呗 对了 咱这那个发贵地发几年了 我是从四年前开始发这个鱼龙鱼的 包装当时也经过挺长时间的研究 因为想做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啊 你说它是活物 它不像这个普通的草莓呀啥呀 登堂封装就行 嗯 你保证它鲜活 然后也经过挺长时间的摸索啊 刚开始发的时候把死的也挺多 后来一点点这个总结经验 现在啊基本上 死亡率不是没有 但是偶尔个别的会有 但是就是说已经能在控制范围之内了 是不是基本上做它 买它做年货的比较多啊 啊对就是年底这个时候啊 送礼的特别多 因为首先它这个比较新起 再一个就是运气比较好 年轻也有余嘛 就是一到年底的时候 就是一个特别 特别大的一个旺季 我整天每天基本上一个四米二 能最多的时候拉两趟 就基本上就是以年货送礼为主 就都发快地了呗 对对对 这是捞鱼的过程 然后接着就开始去打包装了 然后怎么打这包装呢 这边加的水 然后一会儿再打咬呗 然后一会儿再打咬呗 嗯 年年有余 嗯 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然后 然后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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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边 羽翼 浴衣特别好 绵绵有绿 直接这边就装下了 再来一层保温棉 大正好发全国各地了 从坎尼亚路匠上捞的这个鱼 然后送到丹董在这里打包之后发往全国各地了 怎么样这样的年会你觉得够不够兴起是吧